艺术家劉石棟长期关注在地的文化性 现成物的采集与在制是他标志性的创作风格 多元且具实验性的表现方式深受国内外议坛关注 近日他的作品也来到了清华大学展出 那这次我的个展《西光应征》 是我从事创作以来采集的一些心得 那我身上就留着一种浪脑环境就可以进行任何的创作 那我希望同学之前有参与我后面这一面抢的《采美学诗管采集》 我看到你们的作品也做得非常的好 里面有些同学也用内在记忆自身的方式去做作品 也有人用跟外在环境互动的一个采集方式 那都在我们墙上表现出来 刘石棟老师的创作风格多元丰富 技法自由不受筋骨及形式局限 既制作大型挑衅式装置 也拾起海滩上的沙子作画 表现法强调视觉效应与时代感 却也清晰连接着古典艺术的传统 你们到海边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去找寻一些玻璃或者一些小石头 当你有这个经验之后 你会发现海边慢慢的也不单只出现这些东西 以及很多海费一些塑胶微粒 甚至很多电脑零组件 尤其是电路板的部分 其实在沙滩上现在是疯狂的出现 那我透过前面的我折的一些纸鹤 然后这些纸鹤停留在这个雕塑物上面 在纸鹤上面我又覆盖了比较纯净的贝壳砂 那我想要就是说借由材质的一些混搭 让它呈现不同的意义 也开启就是说观者有一个不同的可能性 细光应征刘石栋各展 从几日起到6月8号 在青大艺文总中心纵恶馆展览厅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以及师生一起来欣赏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